欢迎回到新台湾行光大道 今天的晚报消息呢 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初选民调风波 可以看到说蔡英文呢 其实相当愤怒要当事人解释清楚 而苏文昌当然也是很不开心说 怎么可以破坏规定 而同学在晚报当中也讲到了这个 阮昭雄的一个说法来补充说明一下 他说呢这个昨天杨慧如传简讯给他 询问民调情况如何 他是以简讯回复指称是五五波 绝对没有透露任何数据给杨慧如 后来发现他在发扑了 好那结果他就得知之后 我说立刻发简讯给杨慧如说 他被杨慧如给害惨了 好现在是整个情况民进党的这个 党内的初选纷争哦该怎么办 我只有一句话 简单回应 五五波不算透露啊 而且阮昭雄刚刚在call in的时候 我们问他哦 他都没有讲这一段哦 他都没有讲哦 简单还是很有保留 你要大家怎么相信的话呢 五五波都还是非常有暗示性 对我如果是听到人 我若杨慧如说 就算我们继续去拉票的意思啦 所以我当然赶快就是去上网 因为我一紧张 你讲五五波我当然就紧张啊 我当然赶快做各种的串联的动作啊 你任何的语言都不应该透露出来 你连笑容笑意都不能够让他感觉到 有判断的味道 严格讲讲 你在现场根本就不应该接电话 但是这个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看起来都是回避知之词 不过我确定了 不管大家千万不要为阮昭雄 或者杨慧如担心 这两个人选后必有重用 哈哈哈哈 可是现在杨慧如他上面的数据 其实并不是五五波的呈现 所以大家还是要问的是 杨慧如的数据是哪里来的 是啊是啊 好不过这个选后真的一定必有重用吗 这不用任何的党纪的处理吗 蓝轩怎么看 我想这个党纪可能目前还不是重点 我觉得最重要是到底今天的民调 要怎么继续做下去 而这个民调的结果真的哦 如果说依照目前来说 两个人都这么胶着的话 一般来讲看民调就是百分之三 均内都是误差范围 那这个时候苏贞昌会不会因此 若他落败的话 他会不会因此提出一些不公平的控诉 而且那个时候来不来得及 所以我觉得今天相对来讲 我比较好奇是我没有看到 我们期待的苏贞昌是不是话 可能出来讲得更清楚 他真的还蛮隐忍的哦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反而是看系的人 好像看得比他更焦急 晚报的苏贞昌是说 谁受害大家都看得见 所以啊 苏贞昌想利用这样的同情的心态 他认为他想赌一赌 赌他明天因为这样的同情 因此可以翻译 所以这民调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可是做出来的结果 苏贞昌就觉得自己是受害者